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正在给大家讲一个系列 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平时那时候我们学圣经的 然后这个书卷太多 又是在两千年前三千年前写的 写下来的是在中东犹太神的选民 让他们那个时候用希伯来文 然后亚兰文希腊文写成 时代的跨度 然后文化的跨度都很大 那么到今天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不少的人呢 然后实际上是感到相当的困惑的 堵了以后 也有的人发现前后有这个不一致的地方 然后这个也动摇他们对这个圣经的信心 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呢 那么呢 我就祷告神 这有好几年了 一直想这个把这个系列完成 那终于啊 那现在这个疫情啊 这个到了这个中央 今年呢 还剩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想一定要为神做点什么 所以我就想这个 祷告神以后 把这个提纲给列出来 一共将五十奖 那么呢 我呢 是计划呢 在年底以前 以高品位 高质量 然后呢 在一个比较美好的环境下 看看我两侧都有鲜花啊 是吧 然后后面还有十字架 穿的整齐一点 比较庄重啊 把这个系列给大家讲完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呢 荣神一人 我们荣耀归主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前面呢 已经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神要到底跟我们说什么呢 四样东西啊 四样 一个是树立有神 和神存在 神创造世界的世界观 第二个呢 是认识人的本源 和人的特质 第三个呢 是理解神 赋予人的权利 然后呢 也就是人的权利呢 全员从神而来 第四个呢 就是人应该对神的大爱 创造 赋权 给予应有的回应 那么 下面呢 那有了人了 是吧 那么呢 这个开始呢 神造的人呢 是单一个的人 你看看我们身体里 有这个DNA 不管是男女啊 都是站起来 然后会说话 然后样子 虽然这个差别别 看起来比较大 黑人的白人的 但整个人呢 这个从五官上也好 从到脚啊 大体上还是一个形状 所以它说明呢 它最早造的那个人呢 它是染色体是一样的 DNA 是吧 是一样的 从那儿拷贝过来的 是吧 一个一个的拷贝过来 那么虽然那个当时的时候 圣经的作者 神启示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DNA 也不知道染色体 也不知道这些坏物质 但是他们已经被神启示 早就认识到这个事情 对吧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是讲的第五个神 在圣经里啊 这个圣经到底要想 想告诉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明白 婚姻的起源 家庭婚姻制度 我们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一个单个的人 就没有后代 是吧 那么这个一个单个的人 他怎么就变 需要这个变成一个单位呢 变成一个单位呢 然后这个单位 也能够 这个 这个 在社会当中 作为一个细胞 他会这个 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啊 健康 社会的发展 和谐 是吧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大家所公认 说这个接受的 一起来维护的 那么人类社会呢 其实呢 它这个 这么多年以来吧 是吧 一直是维护着这个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呢 从这个圣经的教导来看 那圣经到底 他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他要回答我们一些 根本的问题啊 对 前面他已经回答了 世界观的问题 人的本源的问题 这个人的权力的问题啊 那么人的活动的问题 是吧 人和神的关系啊 活动问题 那么他现在一定要回答 另一个问题 他要告诉我们 他要讲的事情就是 让我们知道这个婚姻 它的起源 家庭和婚姻制度 很多的问题 社会当中啊 他是对这个不理解 然后不遵守 不知道神 圣经里 想告诉我们什么啊 所以导致出现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导致这么多年来 很多家庭破裂啊 撕碎啊 然后痛苦啊 是吧 然后单身母亲啊 然后这种单身的父亲 很多很多事情 那么想呢 这个呢 那个神他这个制度呢 他跟什么 他神呢 他是处于啊 处于什么呢 爱与同情的缘故 他设立到 基本的 独一的 合理的婚姻制度 OK 而且呢 这个婚姻制度呢 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 这个呢 他的经文出自这个 创世纪第二章呢 第七节 第十八节 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 那我把这些经文呢 想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便于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OK 他说这个 创世纪第二章 OK 你可以看一下啊 创世纪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 创世纪的 对 这第二章啊 看了很多遍了啊 创世纪的 他这个第二章啊 他打开以后看到 他第十 这个第七节的说 他说 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OK 那看第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那你看这个第二十二节啊 耶和华神 就用那人身上的索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么第二十四节说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四节经文啊 就是神 他在地上设立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 那么这节经文呢 对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是必须了解的 你不仅仅是看着父母怎么做的 别人怎么做的 你就跟着怎么做 那么别人做错了 做得不对的时候 你能知道他不对吗 你知道他错了吗 你还错了 你还仿效他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 我们懂得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偏离这个轨道 就会走这个正路 走这个义路 不要偏行 偏行神的道 那么呢 这个婚姻制度 这个婚姻制度 他建立这个制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你看看啊 就在这里经文 他说的一句话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么神他造的这个第一个人 我们这里说这个耶和华 犹太人 他叫亚 亚维 他们翻译上中文叫耶和华了 这个神啊 是都一的真神 他造人了 造了这个人呢 开始这个人呢 是只有 这个我们说中国人说 他只有人的样子 人的这个形状 可是他没有灵气 是吧 是个肉体 所以他就把这个 把神的那个灵啊 叫把这个生气啊 他就简单说 通过鼻孔吹进去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鼻子 它是吸气到肺里 气体交换 然后产生吸气氧 去排出氧化碳 是吧 那么这里呢 这个生气呢 它就是灵 也可以通过这个鼻孔吹进去 是吧 就有能活人了 那神他怎么设立这个婚姻制度呢 这个婚姻制度 是天生就有的吗 OK 是吧 婚姻制度 为什么会是一夫一妻制啊 OK 那么丈夫和妻子 在这个制度中 是怎么个角色啊 是吧 那么这个丈夫在先 是妻子在先呢 造这个人 你看我们这个DNA 是吧 男性和女性啊 它的差别就在这个 这个性染色体上 这个性染色体呢 如果是女性的话 是两个X 对吧 那么两个X 然后是那个 如果是男性的话 一个X一个Y OK 那这个Y呢 就让这个男人和女人不同了 OK 这个X 这个X染色体上 保持它是 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是一样的 而你要是把这个X 双对的X 把一个拿掉 给它换成个Y 就长得像我这样的 是吧 如果两个都是X的话 就长得像太太那样的 是像那个 女孩子 是不是啊 就女孩子这样子 对吧 那么呢 所以就这里有人活着啊 对吧 那么神 他要 这个配这个人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是一个男人 配上两个女人 或者三个女人啊 像这个非洲啊 有的落后的啊 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旧 旧制度下的啊 他们这个 一夫多妻啊 什么那种情况 而神 这个造的这个人啊 那么他出于什么原因 他开始让你配上 一夫一妻制呢 OK 你看神的考虑非常周详的 并且很客观 很具体 这个非常符合实际的需求 整个符合这个宇宙的规律 也是这个大自然啊 基本的一个本性啊 他要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 也让这个你的内心得到平安 是吧 不在里面互相争吵 这个嫉妒啊 打架斗殴的啊 他后面看到了 你看耶和华 第18节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合 来帮助他 最早的 这个世界上啊 他不是男的女的 都存在的 OK 他最早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两 一个X让自己 一个Y让自己 都造出来了 一个X 一个Y让自己 都造出来了 造这个人是个男人 就像我这种长的 是吧 那个长这个 那呢 可是神呢 他有非常大的爱心 如果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他不管了 你就这一个 一个人 一亚当 你活到120 这个少的30岁 长点60岁 最差最高 现在80多岁 也就死了 OK 对不对 就算长120岁 是吧 差不多也就完了 完了以后造了 就白造了 他就重造了 对不对 但是神呢 他是非常有效率 他 他知道怎么来 所以呢 他就有这么大的爱心 他就说呢 那人独居不好 你看看那个人在那里 对不对 他孤单单的 一个人也没有帮手 是吧 然后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 对不对 他的生理需求 也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吃喝拉搭睡 这一套东西 对不对 他看着他 独居不好 是吧 所以呢 他要造一个配偶来 帮助他 是吧 对不对 每个人 是吧 有条件的吗 神的恩典 你这位结婚 这个有丈夫 有妻子 有妻子 那个当时的时候 神开始造了一个亚当 他是孤单的 他没有妻子的 他没有妻子的 那神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随便讲一个 哎呀 那哥 你没有妻子 我去找个动物吧 给你配什么 他不干那个 OK 他不找个类人员 也不找个猴子之类的 神一定要给他 找一个人 给他配 现在你看到有的人 给狗结婚的 这是不对的 是吧 不对的 有问题的 大问题的 神一定 他就是一定给你配上个人 给你找一个配偶 是吧 他给你配偶 他怎么找这个配偶啊 你造出一个配偶 还得给他长得像 跟他性情相攀比 而且他们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对吧 神的想法 他的意念 超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思想 超过我们的思想 你想不到的 神都准备好了 前几年才有克隆人 什么克隆动物 这个 什么英国克隆羊 叫什么 叫什么利 那给克隆 而这个在三千五百年前 然后 这个摩西啊 他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第一卷书 创世纪的时候 他已经想到了 对不对 克隆 那么克隆啊 他是把 这个 亚当 他这儿的一个肋骨 在他怀里 一个肋骨 拿掉一个肋骨 这人不太影响生活 是吧 而且那里面 有他的DNA 有他作为模板 OK 你看那个肋骨 多像一个DNA似的 OK 他就用那个 为模板 他造了一个女人 而且被他轮到他前面去 所以神 他造这个 他要设立这个婚姻制度 他要给他造一个配偶 让他俩合到一起 一定是一男一女 不是一男二女 也不是两男二女 一女啊 他是一个单一的 一夫一妻子 而是神给他配的 所以呢 这个婚姻制度 是神所配的 神所设立的 而且是和神所立的约 后面我会讲这个事情 是吧 所以说出于神的大爱 出于神的怜悯 看着他不好 他关心他 他关怀他 是吧 那么造这个婚姻 后面这个婚姻 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婚姻是不是今天 这个在一起 明天就不在一起了 是吧 然后我可以随时离婚了 是吧 我不高兴我都离了 是吧 不是这样 那后面神他配的这个婚姻啊 他有特别的讲法 有严格的规定 他怎么说呢 他说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关键在这个 后面这个 要二人要成为一体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家庭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制度 那你要结了婚了 那呢 你就不老是在自己的父母那里住着了 对不对 你要在经济上 在情感上 在这个住的居所上 都要与这个原来的父母分开 自己作为下一代 重新建立家庭 然后呢 因为你对 因为你的配偶 神给你配的配偶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给他结合 那么你要是把这个结合好了 你是按照神所说的做的 你离开了父母了 OK 你不要家里一吵架 我就找父母说事去 是吧 然后去告状去 然后我就 你不高兴 我都回走了 是吧 开着汽车走了 是吧 你不叫我就不回来 这不对的 是吧 这不对的 我见过这个 是吧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一定离开那里 私心塌地的 给你的丈夫结合 给你的妻子结合 然后呢 在经济上 财政上 方方面面的 要照顾到对方 真正实现这个结合 生理上 心理上 物质上 多方面的 是不是 那么你的结合 那么并且结合的一定程度 要成为一体 神配的婚姻 人 不能再分开 那也不能再分开 是不是 所以在配以前 你好好恋爱 好好祷告神 然后做好婚前教育 对不对 那么一旦结婚 那么就是 就成为 要成为一体 所以神呢 让我们 他在圣经里 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社会的细胞 家庭 他的起源 是神 给配的 神配却 神给配的 那么神呢 然后是 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度 那么建立这样的 基本的家庭单位 那么现在呢 很多家庭出现了问题 出现分裂 然后 讲究这个 性自由 然后 家庭不负责任 有的就造成了 很多很多的 社会问题 然后 接着有的是 当着官的 然后 带头 这个 违反 这个神的规定 像英国的首相 也是结过 三次几次婚 然后 留下了 很多的麻烦事 很多的麻烦事 那么在 这个 这种的问题呢 已经是 有的人是 乱伦的 对不对 你像法国的总统 是吧 人也笑过他 对吧 虽然那个呢 并没有是 特别的 这个 怎么违反法律 但是从道德上 这个 十几岁的学生 爱上了自己 大三十岁的老师 大三十岁的老师 然后 就像这个 这样的情况 那不是太符合 神的旨意的 这个 神的旨意的 这个 所以这个 亦福亦弃制 然后要坚守 然后呢 这个知道 这是神 给我们配的 而且出于神的大爱和怜悯 认识这个 对我们 这个 个人的家庭生活 至关重要 对社会的稳定和谐 也至关重要 那么 对我们一定要保护 对这个婚姻和家庭 有一个符合神旨意的心态 这个旨意的心态 不要老是嫌弃对方 是吧 那么双方当然都要改进 然后都要努力负习责任 是吧 等等 然后一定要知道 这个 是一夫一妻之 是吧 这个 这个情感上要好 这个 这个 身体上要好 都要 对对方忠贞 对方忠贞 那么知道 妻子 她是神 为了帮助丈夫 来做的 OK 那么夫妻双方呢 当然也要相互帮助 以后呢 下面还要继续分享 更深层次的道理 那么今天呢 向于这个时间 然后就把 神呢 在圣经里 到底想讲什么的 第五个部分 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 这个团队 然后传播出去 然后把 圣经给我们讲什么的 理解清楚 学以致用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八父 我们看到 神你的大爱 和你的美意 你看到亚当 一个人 独居不好的时候 你就给他 造了 从他身上 从他肋骨 然后 以他为模板 然后造了一个女人 那么 来帮助他 并且让他们两个人 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丈夫联合 合为一体 然后做一位新的家庭 成为社会新的细胞 我们希望这个细胞 是一个健康的细胞 是一个旺盛的细胞 具有这个 繁殖能力 也能够有活力 为社会 贡献力量 尽其对社会的责任来 夫妻双方 也要明白 这个 彼此 这个 相互的关系 然后 合为一体 以上祷告 封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灵 咱们 明天